正升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每年回馈社会 定期举办多场公益活动 今年下半年度 正升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 举办健康乐活一起生活公益活动 一连三场分别在台东县达人乡的台板活动中心 台板拉里巴文件站 和台东县大五乡的大五部落文化健康站 大约有一百位长辈一起参加活动 共同欢乐 在这秋末好时节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 温暖彼此的心房 我们这种广播公司呢 每年都会办两次的要关怀我们的长辈们 所以我们每半年都会办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夜车呢都会到各个部落去关心那个长辈们 所以我们最次的这个夜车 我们是在九月里的时候有到土板村 还有到拉里巴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大五文件站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健康乐活一起生活 那我要在这边问一下在座的长辈们 你们每天来到这里 过得拜托快乐啊 拜托快乐啊 那所以说 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 主题就是健康乐活一起生活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这种公司 还有财阳法门 汉儒叫汉儒华基金会 还有财阳法门 汉儒七年光华基金会 还有很多哦 你看我们听到说 正生电台所举办的公益活动 除了致政弱势长辈所需的物资之外 也为了活络长辈的思考 增添活动的趣味性 特别在活动中增加拉密桌游活动 现场共有六组长辈 一同进行拉密桌游活动 在欢乐间 长辈一起手脑并用 把整场活动的气氛拉到最高 大家一起玩一边笑 只能达到手脑并用 活络大脑的效用 正生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 常年耕耘在地 在台东复出 不论是北企藏宾乡南智达仁乡 都可以看到正生人的身影 哪里有需要 正生人就到那里为社会付出 以上新闻由正生电台记者 陈旭关的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正生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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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